同仁大家午安 我們現在進行第22次會議 先請南國民事長來先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宜蘭縣議會第18屆第4次大會第21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11月16日上午9時 第1回議事廳 出席議員黃丁兒議員等32人 淺家議員陳正恩議員一人 內議事件人 縣政府財政處長林嘉陽 主席處長陳建新 地方稅務局局長林立頂科士主管23人 本會秘書長陳茂林等5人 來賓各報及各電子媒體記者 主席林副議長齊三 記錄猶豫化 主席憲告告事項 1 主席報告簽到議員以達華令人數 2 秘書長先讀第20次會議議事錄 執行事項 財政處主席處地方稅務局AO執行及達戶 執行議員 林西敏議員 黃定和議員 張明華議員 陳茂山議員 黃逸宇 議員 張秋銘 議員 張建榮 議員等 達夫人員 林處長 加陽 呂局長 立立 陳處長 建新 蔡科長 玉丸 其他事項 財政處主席處地方稅務局AO執行議員 要求辦理提供之四項令入 想如付件並行務現政府辦理 3 日上午11時51分以上 好 請問大會議事錄有沒意見 好 存查 那先讓我們繼續進行議程 請三個單位的主管來列席 人機票 好呢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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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請那個江議員,江碧法議員 我們管政府,包括在座,政府,相關大陸,以及在座,我們各位同仁 我相信,自從今年度,尤其這個豬華檢開始 比較幸福為止,在座,我請教,豬華檢已經經過幾個月 幾個月,請你回答 請你站起來回答 現在目前大概四個月,經過四個月了 在這個四個月的當中,可以看出整個宜蘭縣政府的團隊 面對,無論是房屋稅也好,或者是地價稅也好 整個應應的回應民意,整個流程也好 沒有看出你們任何一個單位,勇於認識 人家說啊,錯誤的政策比財務更恐怖 錯誤的政策是比財務更可怖 從你們財主單位,各個以本位為主 尤其在相關單位,才主就是拼命,要去黑錢 那其他的業務單位,為了保護自己 都是本位主義的做法 各唱各調,造成今天 無論是中央訂定的法令 法是人定的 無論在立法院定也好 或者是行政院 他們一些的行政法令 訂定也好 在整個基層 地方政府是執行單位 如果有面對 自愛難省的地方 你們都有財政處 你一年去財政處 財政部開會幾次 你一年到財政部去開會幾次 內襲幾次 主席,謝謝議員的指示 我們現在目前就 你跟他說幾次就好 差不多應該有三四次以上 好,請坐 一年有三四次的機會 跟財政部相關人員來討論 不管是稅改也好 或者是說你的稅證 財源檢討也好 統籌負備款式爭取也好 或是專案補助款式爭取也好 你都有機會跟財政部相關人員 來做一個探討 難道你在地方沒有反應民情嗎 從你們徵收的房屋稅 你們徵收的地價稅 你們訂定的所謂 不管是公告限職 公告地價等等 這些的餘期規則 當然是中央訂的法令 地方在執行 如果遇到之愛難行 你們是不是應該 要用於反應我們的基本最基礎的民意 你們有反應嗎 我請教他 因為在政府你有在做反應嗎 請你簡單回覆 我們沒有討論到這樣子的項目 我問你有沒有反應 因為基本上沒有討論這樣子 所以不會有所謂反不反應 就不能講就對了 沒有說不能講 因為我們講的是統籌分配稅款 在財政部的部分是講統籌分配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中央要你們 在地方去執行房屋稅 地價稅 然後呢 這個好像是說 一個額度 如果你們沒有達到 預期的目標 統籌分配款 要扣除 有沒有這回事 那個是內政部那邊的 是內政部那邊 不管是內政部 內政部是地政司 那有一屆的統籌分配是財政部 對 對不對 那這個稅改 稅建室也是財政部啊 您財主 那稅務是一提的啊 這整個 一個優勢規則 是一條一條的連續劑 內政部是始終擁走 是地政司 調高要求 每一個縣市要調高地價 三年條件一面 公共是每年條件 那就所謂的地價 三年調整的時機點 如果是遇到 巔峰 或是遇到景氣低迷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 馬上 過去所提供的資料 是不是應該 適時的反應 當時的這種 不管是市價 是不是要 當時要反應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有去 當時在做一些 立法院做一些座談會的時候 我們有反映說 是不是應該由中央 成立一個稅賦的一個研究中心 對這種有關地價稅 這種訂定或什麼東西 應該提供給各 縣市政府去研究 今天我們是面對 稅改的問題 對我們有提到 全國的議題 是稅改的問題 這個稅改如果不改的話 你是造成地方在執行 昏昏擾擾 包括首爾行政院 包括隆委會也是一樣 訂定了隆社的辦法 這個是天大的笑話 既然有這種收持 這個是地震 地震市所提供的一些 農業用地 新建農舍的辦法 坦白講 現在已經20 多少 2015年了 16 我們希望在整個 新建農舍的辦法的過程當中 政府是不管是藍或是綠 政府是延續性的執政 不管是前朝還是你現在 只要是你執政 你就要概括承受 剛剛扁錫所說的 如果是沒有即時緩運 當下的領域的話 這個政府就是無能的政府 我們一個昏昏擾擾 包括地價稅 包括房屋稅 包括所有的稅改 如果不合思議 是不是應該馬上 要即時做一個緩運 然後呢 你們是後半段 幫兇 共犯 稅都要印下去了 沒辦法改 那一本啊 財政部那一個稅改啊 好像就是一個 獻祭一樣 就聖職了 不能改 那現在你們為什麼要改 為什麼 我們應該公務人員 是本於服務為本 國民的利益為優先 這個才是一個有能力 所謂你們說幸福依然的一個政府的 應該做的作為 然後呢 議會要支持你的預算 你也從一個 巧門 故意獻我們議會 服役 說什麼 建設一個配合款 不通過不行 這個20億這沒辦法拿到 我請問一下 早上很多人在問這個議題 重來因為沒有通過 你們的稅 還是照收 就像罰款一樣 老百姓還是要罰款還是要造假 從過去開始 搭牌 違反規劃 開單 然後這個 違規的 不管是房屋 拆除 威脅 恐嚇 然後最後一把 就是 扣腳稅金 然後無理頭 全國第一高 明天啦 還是有地震 還有農業處 這個就代表你們整個 林充賢的縣長縣長的 縣府團隊是這樣子一種團隊 可以把議書的調出來 從上一屆開始 本席就針對 所謂 我說高調啊 高榮啊你聽過嗎 聽過嗎 處長你聽過嗎 你處長你聽過嗎 什麼叫做高調啊你沒聽過嗎 這個就是中央農委會 當時 一個弱陸條款 我們宜蘭縣 還興致 匆匆的 憲政還在鼓勵這些人 趕快來建趕快來申請 總共有幾戶 兩千多戶 之後呢 接水接電之後呢 阿嬤就去農舍 這個意思可以掉出來看 就是限於 民眾 一個陷阱 叫你跳進去 然後呢 後面 我再來開單 違規使用 違反區域法 非都違反區域法 都市內 就是違章建築 就是要罰款 違反區域法 第一年六萬 第二年十二萬 第三年十八萬 面對民眾的壓力 好 馬上轉向 開地價稅 防衛稅 一千塊一杯 兩千塊兩杯 三千塊三杯 這是保護稅 有幾個保温 然後呢 今年度 你們從去年 其實你們都是開會 你們都是共犯 開會你們都要 基於自己的本身的業務的職責 要懷疑給一個所長 一個參考 你們這個會議紀錄 有嗎 你們有提出你們的建言嗎 提出你們專業的角度建言嗎 有沒有 財政署主任 我請教有嗎 因為我不是委員 不過我們這部分 我不管你是什麼委員 我想說跟議員報告 在整個財政的稅改的方面 你整個這個部分 你有沒有盡到你該做盡的責任 我想說剛才跟議員報告過 我們在中央舉辦的座談會裡面 我們適時有去反應跟強調 我問你 你向你們的縣長有沒有及時反應 要做這種政策的擬定的時候 要執行這個時候 你有沒有做一個很忠誠的反應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嘛 你接下去 你的縣長就是財政 我就是要錢啦 開拍才會完啦 看你的100004年到100005年的比稿 無論是房屋稅 或者是土地稅 現在因為 市基壞壞了 現在這個增值稅 可能 104跟105 已經有反衝了 已經在下降的趨勢 那現在 你們知道 失業率 當然這社會事要去處理 勞工事要去處理 現在我們所謂的房仲業 議員官 外貴庭 誰知道 那個 所以 申請 停業 申請歇業 的一些的房仲業 有幾家 請你簡單倒 好 主席 還有江議員 其實這個 黃仲業 他是有減 到底減多少 我現在手邊沒有資料 因為我知道是下降的 好 你既然手邊沒有資料 我想你們香港都應該很清楚 三百幾間 這三個得正 就是林聰賢的得正 最後承擔就是林聰賢縣長要去承擔 他是明顯的縣長 對於整個宜蘭縣的大小事 他本來就應該蓋瓜承受 那你們這些的 所謂的 一級主管 你們有沒有善盡職責 只是 聽命於事 沒有改進你們專業的立場 然後呢 依然就搶第一 全國第一版 我不曉得現在你們縣長道歉之後 後續是要怎麼做 林聰賢 林聰賢 你簡單 簡單答案 好 謝謝主席還有各位議員 那有關這個部分是我們針對八十九年以前的這個大概有九百多戶 有九百戶左右的那個公告地價的部分 有要做一個檢討更正的部分 這一個部分有要經地價評議委員會來檢討更正 是這個部分 那其他的調漲合理嗎 調高的地價合理嗎 其他的 除了八十九年之外 其他的地價合理嗎 其他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整個我們法定程序都完成的 那合理性的部分 那整個內部有在檢討 這個這方面是不動 以私下現況的法令 當然公告地價是三年調整一次 公告地價是一年每年調一次 我剛剛說的法是人定的 不是一成不變 如果三年的話 高峰現在變成景氣不好 下掉的話下降的話 是不是應該至少 如果是即時緩運的話 是至少半年要調整一次 緩運當時的 你們現在實施的實價登錄 什麼叫做實價登錄 就是即時緩運當時的買賣的價格 如果你應該這個扣稅的話 是不是要以當時的這種水準 這種價格來做一個扣稅的依據 你覺得要去還沒力 只會調升不會調降 過去的沒有做好的 你們現在就一次到位 這是什麼時代 這是民主社會 應該是要漸進式的 也要負責教育老百姓 你們所謂都有稅改的宣導 每一個單位都有稅改的宣導 我們舉一個例來講 宜蘭縣自用住宅有幾號 再來就是 想用自用住宅的有多少 那因為他們不了解 自用住宅的這種權利 睡著了這個住有多少 你們都要他們自動要來自己來申請 難道你們的稅改的宣導 每年都在宣導 這些人都不知道嗎 代表你們宣導不利 那現在圓到十月底 我想不管是你的稅改 你的財政部 你的 付稅改 付稅署也好 在整個訂定這個地價稅的 應該是要建議 至少半年了 要來調整一次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本來就要恢復 要調降 這樣才是貼近民意 是呀 署長 您認為是不是應該這樣子做 有關自用住宅的部分 其實每年 那個地價稅單裡面 我們都有特別提醒 那要再宣導 有特別宣導 那這個部分 其實現在財政部在講說 11月30號以前申請 可是你9月22號以前 都戶口都符合條件的這個 我希望你們應該很像聯繫 現在都電腦時代 如果是戶籍的話 是戶政事務所 代表你們縣府都完全 各自 就是各自為政 戶政知道馬上就可以連線 這個馬上就可以知道了 對不對 為什麼你們不要一些的 有一些的 配套的 你們為什麼不發揮你們團隊的力量 來替老百姓來解決困難 來解決問題 最用自宅的方面 還有我們不管是緩扣 或者是分期付款 我想 台北市也在 開始要來實行這個政策 我想不是說一成不變 原來一切就勇於搶第一 為什麼沒辦法搶第一 調降稅率 調降地價 然後來反扣 然後對於尤其中低收入戶 這些的弱勢的團體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應變的辦法 完全沒有看到你們 束手無策啊 我可以說明一下 簡單說明 對於自用住宅的部分 我們從102就開始 102 103 104 我們都有主動拉那個地震的 護震的資料 有主動每年都有主動發單 你有符合 可是我們不能保證這個縣民 外縣市也有 所以本縣有的話 我們都有發單 你應該通知他來申辦 住用住宅的申請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勞駕各個鄉鎮事工所 包括村里幹事 包括里長 包括林長 這麼好的行政團隊 為什麼都不用 真的是你們沒有用心啊 我希望你們未來 能夠把這個行政效率 是一個團隊 不管是縣政府 或是鄉鎮公所 相關單位都可以 行政團隊都可以來 大家能夠好好的去共治啊 再來齁 主計是說 104年 調查龍林一幕的普查 在批123頁 裡面總共調查是 三萬三千六百七十八家 我不曉得 用了三百多人的這個人力去調查 結果調查的實際狀況是怎麼樣 難道你們有沒有 只是調查 難道沒有輔導 比如說發現這個農業 他沒有違規使用 是不是有他能夠輔導他 符號合法化 或怎麼樣的一些的措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希望在總執行之前 104年龍林一幕普查 總共三萬多家的 這些的普查的結果 那你們有沒有做一個輔導 這個角色 移給各個相關單位 比如說 農舍的部分 或者是他的民宿的部分 或者是他的其他的部分 是不是有移歸移屬給各個單位 然後做一個輔導的這些 這些的行政的作為 請主席列入紀錄 好 列其他事項 好 謝謝江議員 現在我們請林成功林議員 主席 組長 組長 我們議會同仁 首先請教 今天上午就下來 好像也沒什麼交集 李處長 好像一直在說明對立當中 我請教 那我們有個地價評議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感覺現在是 好像是後面的引誤者 我們可不可以在議會當中 邀請他來列席報告 他是怎麼做決策 怎麼去訂這個價 可不可以 居長你說一下 法律上可不可以 應該這個地平會的是 那個 在法律上沒有說可以來這裡 法律上不可以嗎 應該是 我的認知是應該 我們主任 我們議會主任 可以邀請有軍單位來列席 可以吧 因為現在問題根源就在這邊 早上念了一百遍 我都記啊 評議委員會 到底他怎麼行程決策 我們是不是要做這樣 我請主席列入 邀請他們來列席 尤其在現場總質詢的時候 必要的時候他先說明也可以 讓我們大家了解一下 要不然這樣弄得 其實我等一下再問 好 你請坐 這一次 就是早上也有講 陳聰也講 就是非法科稅 我不知道 居長你們裡面有沒有學法力的人 有沒有 你們有這個部門 不是 他們的地方稅務局 五法治科 有法治科嗎 房屋 有學法力的 我們都覺得很傻眼 比如我等一下要講 我們不僅創全國第一 還全國唯一 就兩個東西嘛 一個叫房屋稅 一個叫地價稅 好 房屋稅 你們這個幾倍 我等一下要問你 你們是根據什麼來 然後你加增 要不要考慮到 這個房子本身的價值 房子本身的價值 從房屋稅本身的規範 它其實它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稅利 民意機關 它是不可以變動的 不可以變動 那 好 那你現在將農地 沒有農業加增到 這麼多 那你有沒有考慮到 房子本身它有責救 有沒有 有沒有考慮到 它有逐年遞錢 那為什麼變成現在 房屋稅要增加 這個我等一下 我比較好奇 然後 這一個個案 在我們學法力大概都比較知道 一個行政行為 同時違反三個東西 會覺得很奇怪 連結的太多 叫不當連結禁止 然後公平連責 還有 致意的禁止 就是 你把這個 倒來倒去 本來房屋稅 它有它的規範目的嘛 你要評估它的 家的那個意義 你現在變成 用到 這個跟 你房屋稅的標準 你訂的標準 跟 農地是否農用 有什麼關係 你們現在把它來這邊套 就讓人覺得很奇怪 你們是把房屋稅 當作懲罰的工具嗎 學長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跟 租稅的法定跟租稅的公平 都違背 你說一下好不好 好 我講的是 大概是法律層面的問題 你房屋稅本身規範是什麼 你現在把它拿到這邊 你的預計是什麼 那會不會 我剛才講 行政法這三大原則 你跟它連結得太遠了 你沒有考慮到它折舊的問題 你家真的預計是根據什麼 你說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說明一下 因為房屋稅它 房屋稅條例 它好像第三條裡面有規定 它是固定於土地上 還有那個建築 還有是增加它使用價值 都可以課稅 那這個部分在房屋稅 它的平定限制裡面 我們的房屋稅它是單價 乘面積 乘上地段率 還有一個是折舊 沒有我剛剛講就是說 它這個增加的房屋稅 這個加成的部分 是在單價這個部分 單價這邊有加成的話 你乘上來 其實折舊那個也會照折舊 折舊的你按連就折舊 折舊要不要算嗎 我說只有會加怎麼會 只有會減怎麼會加呢 就房屋稅本身在我們字義上看 這跟農地非農用有什麼關係 還有 農地非農用的部分 我們當時用一倍到三倍 我也是認為它的使用價值增加 它以這個使用價值增加 說它沒有農用的 它的使用的 使用價值增加 跟房子房屋本身 我剛才講嘛 它有折舊的問題 只會往下減 你要用其他的我都沒意見 我說從法的概念 它使用價值增加跟你房屋科它的水 房屋的使用價值增加 就是代表那個單價可以加減價 就是我們那個單價 我說的單價層面基層地端立層折舊的這個部分 是因為它那個單價的部分 它可以加或減 那減肉房屋也有減成啊 局長你請坐啦 因為我其實我剛剛在外面也很感慨 從上午到現在 我們的對話是完全對立的 你說理會的 我們議會不會的 其實我到最後都建議我們議會組一個律師團 針對這個問題好好去研究看看 看法律層面是大難的 這樣可能比較不會覺得 因為完全沒有交集 這上午的溝通是完全沒有用 每個都是氣急敗外這樣離開 所以這個要思考 那我剛剛也講 就是因為我們這樣的房屋稅跟低加稅 所以會造成宜蘭衰敗 我舉個例啦 可能在最後要倒的宜蘭全部的家具公司都要倒 家具現在我們剛剛 陳安中陳毅也沒力是一個月 一年要130萬嘛 那你看它的成本多刀 然後現在農舍不能蓋 然後磕稅磕地價稅有沒有 經濟不景氣 所以要倒的就是這些家具公司 你的看法怎麼樣 就光他們來講 我等一下來問你 那些比較大規模 他磕稅磕到什麼程度 譬如品華跟金樽 他磕到什麼程度 因為都是一樣嘛 都是大規模的 你講違建也好 或者蓋 因為他都需要靠比較大的場域 才能夠賺錢嘛 那又時機不好 農舍又比較困難 然後蓋房子 現在又買的人要磕這麼重的稅 這就衰敗的開始 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就是說家具店會優先倒掉 宜蘭的家具店會優先倒掉 你說說看好不好 主席還有林議員 那這不是因為在付稅公平的立場 他把營業的 像講的營業的 你的立場我尊重 我這樣看法會不會落差太大 我說如果他一年的成本130萬 他再轉嫁去租給別人 他本身地主就要被課130萬了 那他怎麼租 一個月租到10萬 還是15萬 5萬塊 開的人他成本夠不夠 而且現在市機店才沒有 是不是會造成這樣的效應 你先撇開你的立場 就我這樣分析對不對 那也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蓋在農地上 其他的 因為那經濟的那個景氣的問題的話 是全面性的 大部分 因為家具行他比較大的一個面積 那你告訴我哪一間不是蓋在農地上面 在我看餐廳也是 婚宴廣場也是 這個都是 我還沒去問說那個 他們是不是跟面臨同樣的情況 那就自然解決掉了 我們本來一直很擔心的 這些委員就自然解決掉 其實很多家具行 都是這樣的問題 對不對 會不會造成這樣的效應 我們也是希望農地還是要回歸農用 他這個部分他也有改善部分改善 那最好是全面改善 那改善的其實他 這一個租稅的效果 也達到那個 那個釋出把土地還到農地 釋出來 這個部分還是有效果的 我們還是回到早上那種對話 大概是也沒什麼 那沒關係我再請問 你們根據這個在調農地的那個價值 你們是說假件的幾層 你們這個標準是根據哪裡 就同一個區塊裡面 我舉例啦 比如這個區塊裡面的假件 他是十萬塊 你們大概六七成在沽 農地磕稅的標準是依這個來論 那會不會草地皮啊 有同一個區塊裡面 建地是十萬 農地如果以七成六成來論 他是變六萬五萬的 你現在有看到五萬六萬的農地嗎 這樣的磕稅基準在從哪裡來 這個部分是在地震在茶菇的時候 是臨近的那個建地的 假件的建地的市價大概多少 幾層幾層對 你大概知道幾層 我們大概就是趨近與臨近的 你們是平地價評委會定的 是你們定的 那那個幕僚當然地震單位要提出說明 當然給地評委 他們定還是你們是應該地震處的地價評委 那我剛剛邀請他也合理啊 因為我們不知道你是要草地皮還是幹什麼 一般出錢假建 鄉林同一個區塊 我們沒有看到說 如果建地是十萬 然後你用六七成 來估這個稅 就等於六七萬嘛對不對 我這樣講對不對 那不是草地皮嗎 農地有到六七萬 目前在宜蘭哪個地方你告訴我 我想說 我剛剛講不當 禁止不當連結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你連的太多 而且你這個基準會讓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不知道三成這個基準 你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好奇要邀請說 這個委員會是不是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類似讓我們知道一下 你們的心路歷程決策是怎麼樣 我知道是有外聘啦 那外聘你一旦進入公部門 當然就要接受我們 議會的監督啊 否則可以胡作為委嘛對不對 法治主任可以嗎 可不可以 沒關係我現在是說 針對類似那一部分 有沒有找到答案 主席跟議員報告 這部分在地方制度法四十九條 它是有特定的事項 可以請縣政府的首長 或是單位主管來列席 那這部分並沒有講到說 那個不動產評議委員會 這部分到底的人員 到底可不可以 譬如說我們今天 譬如說我們這邊有有軍單位 譬如說海星署啦 發生一個跟我們縣政有關的東西 我們可不可以邀請 喂主席 它也許不是你講了那麼細嗎 就是首長跟什麼 但是有軍單位在縣內發生的事情 我們也可能邀請他 在議會幾天邀請他列席啊 就地方制度法 但是我們可以徵詢嘛 不是嗎 他是只有規定到單位主管的部分 那至於其他人員的部分並沒有在相關的規定裡面 然後 局長 這個有問題 你們大概是以89年的前後來做基準 將來要調整是以這個基準 但是你不要忘了他的背後的背景 89年他是比較 就是他要有自根種的身份 而且不能填土 不能開土 所以你現在89年前蓋的房子 你勢必要再回復原狀 那表示當初的規範是比較嚴格的 所以你現在要去保護89年的會不會有問題 反而89年之後的 他是解放 農地是解放 就是不要有身份都可以蓋 那我們現在感覺好像為了政治的困境 要去解決所謂法律的問題 那你把他這種法律上所謂苛責性較重的89年以前 這些規範比較嚴格的 你要去把它放掉 那89年之後反而他是放寬的 任何人只要一定的條件都可以蓋房子 這樣會不會倒置 在法律的考慮上會不會倒置 你把它顛倒掉了 只要加一個老農 你就要去保護他 或者要讓他解套 不要全部進來 這樣的政策到時候會不會有意見 89年之前跟之後差別就在那邊 那以前是比較嚴格的 後來就解放了 因為農地大家都可以蓋農舍 那你現在如果以這個為基準 去幫89年之前解套的話 會不會對89年之後這些人不公 你說明一下好不好 沒有啦 還有一個啦 聽不懂 我看你今天也魂不守舍 我意思 你聽我的意思 就是說 你聽我的意思 那時候要有老農身分 你為了保護老農 然後後來人家是合法權利的 89年是可以蓋的 你現在為了去把那個切斷 不要在那邊看你知道嗎 你去幫忙那個比較嚴格 反正後來人家是有合法權利的部分 沒有被保護 這樣會不會錯亂 會不會在法律的角度上有錯亂 回歸原點還是要那個農地農用 那至於89年以前的部分 老農的部分 那不是我們原來定這個政策的一個 要遏止要打擊的對象 所以這一個部分等於是說 我們還是89年以前的 沒有農用的還是有課稅 那課稅的部分我們就會回歸到 其他一般陰稅地的那個調補 不是在我們要打擊非農用的這一個部分 遏止農地炒作這個部分的那個調補 這個比較調補比較大 是這一個把它弄在陰稅地的調補 市長 市長我們這個還是 還是從頭到尾去到尾 好那我提醒 有人講叫溫水煮青蛙 主主要到現在 宜蘭現在面對這個壓力 那種讓人民難以接受的稅 不像宜蘭鄉親都是這樣 你們當初這麼多專業人士 竟然都沒有去阻止 照成今天的結果我真的提醒 後續收尾的這 齁 在議院老議長有說是 我抱歉這樣說 真的是大家都要去承擔 因為後面真的不樂觀 各行各業都要去面對 我把時間給那個葉賢議員 謝謝謝謝我們林議員 我先請教我們的財主 我有兩個問題而已 一個問題就是 看我們的財政處處長 有辦法回答 還是主席處處處長回答 到底 我們中央的保助款 全部的補助款 譬如說我們要建設 我們要來看我們某某一個鄉頂 他的保助款裡面 一半 甚至拿來建設 一半 甚至讓我們管務喊笑 還是全所都用在這個建設裡面 什麼回答 我這個說明一下喔 中央的補助款 他有些如果沒有指定項目的話 是可以全部由那個縣政府來運用 但是一般來講的話 中央的補助款通常 他是有指定項目 你是哪一個處的哪一個單位的 我主席處 你現在回答 你再說一次我聽一下 就是說中央的補助款 中央的補助款的話 他如果沒有指定項目的話 是縣府來運用 那他如果指定項目的話 那就全部都要再做在那個項目 如果說他是給鄉鎮事 有全部都要鄉鎮事 不會說那個縣政府 說會抽頭一半 不會有這種事情 那如果是說 像你說的 沒有指定這個項目的時候 是不是 管副國會把這個一般 他算 看要拿去項目 拿去項目 有這個可能嗎 因為補助款的話 他就等於說 我們縣政府的裁員 那縣政府的裁員 當然他可以編一部分的錢去還錢 是喔 對 他可以 有沒有什麼 曾經有過這個相關的資料 有沒有 因為他的補助款 如果沒有指定項目 大部分都進到 我縣政府的一個水庫裡面 那縣政府水庫的話 他就會橫索當年度 那個有多少支出 然後有多少能力說 可以去換款 那你高級一年差不多平均有喔 六項目的要超多少 有 現在的 沒關係 這樣子好了 麻煩你 馬仔 五點之前 把這個相關的資料 這幾年 這個相關資料 調分析 這樣可以嗎 我沒時間了 我沒時間 李局長 請坐 謝謝 居長 我相信你經過 在意跟 10通的議員 去跟你 請教這個問題 齁 我相信你也是 感觸良心嘛 不理會有很多感覺 也不理會有很多想法 而且 你身為 地震評議委員之一 齁 我想請教一下 你在開會的時候 開這個地價評議委員會的時候 三年 一次 這個工庫 地價要調整的時候 你們在開會的時候 然後 你 依你這麼多年的 這個局長 這個稅務的相關的經驗齁 你對這個 非常的實施嘛 非常的專力 我相信說 你心裡一定會有 不同的看法 甚至於有不同的感受 當初 還要去 這麼高 齁 這麼多 我想要了解說 局長你到底 當時 你們在開會的時候 是全部都舉手 贊成通過 還是有一般的人 幾個委員 有此反對的意見 好 有跟我們的主委 林聰賢說 啊 這這貌貌什麼 到底有了嗎 還是說你自己的感受 第一次文件你幫我報告一下 你請說 主席啊各位議員 那有關林議員所指教 當時地平會的 大概委員在開會的部分 有說 農地怎麼要調這麼高 那時候有提出說明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我們宜蘭的農舍 為農用的情形太多了 是全國之冠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一般都農地 當作建地在用 所以有做一些說明 那說明以後 那地平會的委員 其實在當場的是 大家都透過 沒有是反對的意見 沒有任何人取得的意見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是合議制的 只是有一些質疑 要說為什麼這樣 要說明一下這樣 當初在館長召開這個會議之前 甚至有跟你們直接交通過 還是說館裡面有直接跟你們說 這個可能這次地下 可能全部要蓋 蓋多少 有跟你們直接跟你們說過嗎 沒有這個大概多少是 當然是主要幕僚單位 地震當然會報告 報告山長會議說 大概分析結果怎麼樣 大概自幼住宅的每戶增加多少 那當時真的是沒有考慮到 累積稅利這個問題 也沒有沒有想到 後面這個衝擊 這個效應 還有造成老民民怨士氣 愛航便爺 這個情人出現 完全都沒有考慮到 沒有 當時是想說 其實你建定的部分 那是在中央內政部規定的 我們以為是說 按照中央規定的 我們也沒有比他高啊 我知道 所以我們也低啊 所以應該 沒有想到衝擊會怎麼高 你剛才當時的主題 那天的主題 好 謝謝兩位議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 吳紅毛 吳議員 大位主席陳議長 我們的財政處的林處長 以及主機制的陳處長 以及稅務局的李局長 還有各位科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從早上到現在 我看是今天的主題 還是在我們稅務局 稅務局 我看你 局長 你臉書都摘給他 臉書都摘給他 臉書都摘給他 我覺得是不是 等一下請他 煮一個咖啡來給你喝一下 讓你靠担保 精神和笑容 我相信 不是說大家都要來公理 我是覺得說 這個水 這個地價稅和我們的房屋稅 事實造成我們宜蘭很大的震撼 非常嚴重 可以說非常嚴重 我們到次都聽到很多的聲音 最主要 我不知道我們宜蘭縣 為什麼把這個稅拉得這麼高 我們的土地稅 地價稅拉得這麼高 為什麼 我是說在這個我們管理財政 包括處長、主席處 包括你們 在這個調整的過程當中 你們這個 你們縣府裡面的內部 也沒有開割會 是不是 請財政處長 你說一下 你有沒有參加這個 有關的地價調整的這個會議 沒有 有沒有參加過 通通沒有 陳處長 也都沒有 那就是局長 現在就都一手主導 是在我們地方稅務局 也沒有 不然就是土地 來自中央嗎 還是來自只有縣長 還是秘書長 還是副縣長 還是我們議長 議長有可能嗎 沒有 我是說議長 不是最大聲的 他說他受害的 他說他現在在煩惱 說他後來他也不得了 就是說他在海盜 所以 我是覺得 這個 這個條長 是怎麼說 我們縣內的 你們的主要的所長 應該有經過 嚴密的去 研討這個 稅 要漲到什麼程度 應該有一個很好的 一個決定 你現在 一手把人推到說 我們的地價評議不會 我相信 地價評議會 在主導前 還是在縣府 也是由我們管副這地主導 我相信 那些委員 都是我們管副府的 那些委員平來相信 各局長 你都有很好的關係 要怎麼棄 要怎麼棄 我相信 這些受聘的委員 他們也有地執 不是沒有地執 是不是 我們都沒有說清楚 他們才會說 好啊 議會派兩個議員去 他說也不反對 也不一樣 一樣 這個意思 所以所造成今天的風波 現在大家要問 問到 應該就是我們的稅田處 這樣當然會造成這個問題 雖然議員官的財政不好 但是 我看歷概來的館長 大家都 尤其是我們林聰賢現場 開始 開始在節制 寒情 開始收斷 我們的財務困境 讓我們財務困境 可以正常負 這是一個很好 當然 官方雖然沒有錢 也不可以當地 人民百姓的心想 所以 課稅一定要公平 課稅要公平 就是什麼 我們稅務單位 要很積極的來做 我現在要請到 請到決定 我們這次 發出的 發出的隆重 多少年稅 地價稅 農總發出的 比如說 發出的 比如說 一萬分 調漲的部分 有多少件 你先說這樣就好 比如說 農總是發出的幾分 是一個 條件 有條件 這個金額 有比以往年 還要高的 總共有多少件 是不是 你做一個說明 謝謝 主席 還有各位議員 那有關這個 大概 發出去的稅單 有16萬多 16萬多戶 那總共它裡面 我記得 因為我這邊 手邊資料沒有 有降的 也有 大概好像一萬二 一萬二戶是一樣的 然後好像九千多戶是降的 其他的都是漲的 漲的 比例多少 漲的比例多少 更正一下 降的有八千多戶 八千一百三十八戶 降的有八千多戶 對 不變的部分有 一萬兩千一百五十七 其他的都是有一些 都是調高 調高的總共有多少件 調高的就是 十六萬八千 減掉 減掉這個 大概二十 二十 兩萬多 你怎麼這麼說 再拿兩萬 其他的 有可能一萬多的 就是有新取得的 或者是免稅付的 原來是免稅的 現在要課稅的 這個要扣除 大概就是扣除這樣 一萬三萬多 農總有三萬多 就是增加稅率的 有三萬多 你實際上說 扣除 就是不變的或減的 這個不要講的話 那增加的就是一百 十六萬五左右 漲價的十六萬五 就跟一百零四比這樣的話 十六萬多裡面 十六萬多裡面 我的感覺 十六萬多裡面 他也認為說 沒有棄樓 他說 跟這檔子查得一數數 他都不會來受申付 這是比較重大的 他會來申付 現在呢 到目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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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稅務單位 包括所有議員的 接受民眾的陳情的 這些案子 總共到我們稅金處有多少件 這個我沒有統計 因為我知道很多 你也沒有正經 我知道 因為現在 連從自用住宅的 我知道羅東六百件 然後這裡的總局 這邊應該也相當差不多 總共一群人 同的人 絕對也沒有自己學得好 也沒有說你的話 沒有棄樓的人 也沒有說你的話 現在 有棄樓的人 大家都說 你們搶錢搶得太兇了 重點 我一次說 那些貨裡面 你說 你如果要這麼成功 有棄樓十幾萬貨 十幾萬貨 為了是應當照地樓去 不當的 你搞錯的 你們在那裡 河稅的時候 河到不正確的 這些很多 你看你的生死案件裡面 我看你 你現在目前來的生死案件 有這麼多事情 你們自己不對 你們的生死不對 有嗎 現在這樣改的話 因為每天我只統計 89年以前的 有更正的部分 大概到今天好像是 十幾件 有十幾件 這樣而已 我是說89年以前 以後的這個 我每天沒有更正 我跟你說 你好好去整理 我是覺得 就是為什麼會造成這樣 所以主要 我們沒有落實清查工作 你的清查工作 沒有正確 他不該扣稅 你也要花一個稅 等等 我有很多 我都親自去看 去看 結果 他一輸子 會餵鬼而已 村子一樣 農地農用 結果你整個別人都算 很多都是這樣 這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清查的當中 沒有落實 有更奇怪的 更好笑的 一個更故意的人 特別來報稅 他不曾經 他說我農地不農業 我來並購一個 一個低價稅 結果他來購 他購十幾萬 頭一次購還是購十幾萬 再來 就開始幾千元 幾千元就購 現在要購3000 了 但我覺得很奇怪 同樣的地方 就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扣稅 我來覺得 你有在清查還是什麼 我不曉得 你們到底是怎麼清查 所以在這個課稅以前的清查動作一定要很詳細 一定要很詳細 稅負一定要公平嘛 我跟他拚命搭租金 他跟他一樣 都這樣 為什麼他會免得到我會免得到 特別說我頂的要免得到 兩邊都免得到 現在我頂的 我特別來幫你補稅後 你把他給我 現在別人都不用 這也不可以說三人 說三人就說 你就跟他吐說人家沒中稅要求稅 但是稅負一定要公平 你不公平不可以 所以說你追出這麼大的風波 就是你清查不利 你來補的清早 不夠落實 有時候是用電腦看看 或是空灶圖看看 這樣就來核定稅額 所以造成很多不應該扣稅都來了 不然你們會去說到這樣 所以這樣是不好 我是覺得說應該要落實清查 我們不要每次說想說要得到 剛才林辰公議員所講的 全國第一 全國唯一的 我們來提前 我來請問 你們今年有得到財政部的獎嗎 沒有 七年有沒有 以前前三年 我看每次都是得第一名 是不是 沒有 你害怕 還是今天今天不能說 不敢說 請你坐 不用擔心 擔心也沒有 面對現實責責問題 徹底把水的問題 處理好事最重要 你如果沒有處理好事 說真的 八成的反彈 力道會越來越強 這樣是不好 所以我在這裡告訴你 要認真做 你的團隊要好好去值錢再訓練 重新再出發 重新來調整你們的腳步 才有人給我們議員管理官員 他們的交稅跟說 都很正常 都很合情 讓你給他們掛稅 人才會覺得 政府是有一個意義 不要說像我這樣說 你每行要給他們掛 讓你直接給你百貝 這是不應該的 財政處我希望 宜蘭先生的財庫這麼出錢 我們要開花財源很重要 開花財源節稅 要怎麼來節省這個經費 這要來做 主席處也是一樣 相同的 不應該浪費的 應該 我們管理官員在辦什麼 比較有花錢的地方 應該你們要提表述意見 不要說管理官員說好 要做你們都錢育配合 錢在家裡 在家裡 結果讓我們宜蘭 要停頓在 我們財政最困難的 最後幾面 這樣不好 我希望這可以改善 徹底解決我們宜蘭先生的財政問題 跟這次的方法 應該要解決就對了 這我希望說 我們要做好 接下來我請劉天輔議員來執行 好 羅雅郭議員 台北主席陳議長 我們局長兩位初長 各位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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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官員 台湾 局長 局長 我當局都很關心 都說稅金的問題 剛才你所說的 我是說你心裡可以說清楚 我覺得你怎麼怕怕說的話 聽不懂 你不要說 總法署的總法署幾分 稅金剛才署的總法署幾分 總法署幾分 聽不懂 總法署幾分 主席 幾分就好了 168,788 總共16萬 1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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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條政的11萬 沒條政的 這個 還算一下 有 萬一 沒條政的 沒條政的萬一 12,157 共有八千 138 共有八千 條政的 其他的 扣除 新增取得的 或者去年是免稅付金 年有的 沒辦法比較的 一萬一千 條政的一萬一千 沒有 還扣到一萬一千多的 他剛才那個 你說的 你如果說的話聽都沒有 加起來 16萬五千 都沒有再說 你說的都聽都沒有 你說的 你說什麼都聽不到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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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都沒有 說還是說不清楚 十三萬 十三萬六千 你扣除了 十六萬 好啦好啦 你扣除了 你說的 聽都不清楚 你扣除了 都能夠多一個時間 那些 教長啊 我說我跟 我們副教長啊 跟 那個 羅庄主委 去看一間 他們的 雅議員 你說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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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年八百 第一次貸八百 今年貸七萬 最少九十八 他說 紀元庁看 我們看 他說 他在政經的保養很多 政經的保養很多 他說 我說 不敢說 哪有可能 這樣八百 主委你去看 哪有可能八百 我說 我說 處長啊 像這種事件 我們要聽你講話 要聽你講話 我告訴你 主委 那些稅金 應徒 你怕發出 做成 我們館民 這麼多困難 雕館 雕啦 像這種 有的 你應徒 是要 下鄉去稅民 你給我印什麼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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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說什麼 我建議說 你那裡 可以說你給我印什麼 這個可能 有誤會 因為我 剛開始是說 我們 下鄉的部分 我們是有 我不是說 你給我印什麼 好嗎 你說叫我去刑 叫我去公園 沒有啦 你到底要 不是這個意思 我意思是說 我議會期間 這要議會 最近很忙 沒有時間去 幫你拜訪 我如果去那裡 你也會跟阿玫 這樣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你倒在那裡去 你不要輕鬆打 對啦 你亂說 我會說 有啦 我的意思是這樣 跟你說 你上班 你上班 有領薪 我沒有領薪 我去公園 聽你說公園 沒關係 你公園不行 你坐啦 我一直在說 剛才有很多人說 其實說 蓋 有很多 就沒有合法 比如說 住不住的部分 委屈 市長 甚至是委屈 你去說 你禮屈的更大的案 是會 條件 會蓋這麼多錢 對吧 包括有 累進稅利 也不一樣 當然是 我們你說 是 第二級平衛委員會 他住了 聽到感覺說 阿宏覺得說 會蓋這麼多錢 你如果想辦法 面對面上 不是啦 你現在你賣 別說 議員在這裡 議員也很好 大家都找議員 大家都賣 你無聊無聊 對嗎 隨便開一開 我問你 管理會說 這個體系要條件 有可能嗎 市長有可能條件嗎 不可能 你說的 那一天 縣長所講的是 針對八十九年 九百多戶 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 送地平衛這邊更正一下 是這個意思 八十九年以前啊 對對對 那你說清楚了 不知道 其他 其他 是不一定 是說 那個建立不可能 就八九年以前 八百幾年 是很少的 你現在 你現在 調整就十三萬 十三萬多 有調整 管理會說 管理會說 這也是 辛苦啦 無治癒死啦 幫忙 悠悠 哪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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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檔 當機 當機 管理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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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管理會說 前面 你怎麼說 對 哪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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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機 或記憑 你怎麼說 當機 到底是 全民 還是你說八九年以前 我是說 我記憑很像 我是說 全民 調整 你怎麼說 八九年以前八九百 八九百 你現在 十三萬多 誰哪一天 誰哪一天 這是我 祖政民亂這麼大 這麼難 我才拿 你跟他講 說 調整這樣 你調整多少 他說 我調整一宗 我調整一宗 你也不敢 他說 大家都不敢 這樣啦 剛才我議員也說 沒調整 調整也不敢 沒調整也不敢 就調整一宗 就是調整一宗 也不敢 你賣 對嗎 這宗也要你賣 阿蘇您 我今天不敢 不是跟你賣 我是說 我的痛苦 你能夠拿回 我記得 我們都給我 你現在說 你聽不懂 怎麼會幾個 說五個月 你問的事 心想 你這條話 我聽不懂 你說 是不是全民調整 剛才議長也跟你說 管長一天說 我聽的是全民調整 你現在說 八九年以前 八九年以前 八百幾年後 要做調整 我聽不懂 等一等 等一等 第一次要調整 也是沒有了 這個教授嗎 他是說 全民中心 中心平靜 他是這樣 教授跟你說 八九年以前 那才是誰呢 你說什麼 現在是 全民調整 還是八九年以前 你說得到 還是管長那個 新聞發布的 我就不懂 你說 那是怎麼得到 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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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據我了解 他真意是這樣 九百多戶 這一個部分 怎麼要差那麼多 不可能 全面 全面的依法 也不合 聽跟我聽都不一樣 跟你不一樣 我們進度是 前面要做調整 你聽到聽到 你聽到聽到 不然剛才五月 你自己問我 都聽不到 你說我都聽不到 現在要怎麼做 應該是 你回到 上學四面四面四面 我們 好 謝謝 兩位議員主席 那接下來我們請 陳漢莊 陳議員 感謝大會主席 那個就叫 那個我們財政處 那個林縣長強調 他的任期內 絕對不留下財政的黑洞 他上任以來 優先注重我們 我們縣府的財政體質 宜蘭縣 不但慢慢的償還新舊債 也持續的把我們的 債務的缺口來降低 來達到財政健全 林聰賢縣長 他這樣的掛保證 但是本期還是 對宜蘭的財政狀況 憂心重重 保持著非常不樂觀的態度 這個黑洞 還是會 把這個再留下一任的縣長 林處長 你知道為什麼嗎 請你回答 教授 教授 大會主席 感謝陳議員的發問 我想 債並不是說 一下就可以解決 因為這是以前的歷史公益留下來 之前就留下200多億 那現在目前我們是把它控制在合理的範圍 而且會慢慢達到一個債線的一個標準 那我們現在目前大概110年 我們現在目前的長債的部分 就可以再低於債線以下 所以我們有擬定一個長債計畫 也報財政部核准了 每一年還私益 我們都在還 好 我這邊有歸納基本的五個重要五點 來你請坐 沒關係 來 你們所推動的各項的開眼截流的計畫 無法真正的落實 第一 未償還債務長短加這個短債 在上有221996萬多 第三 一些虧損的嚴重的基金 以及活動無法當機立斷的有效解決 第四 自酬裁員不足 第五 所提之參數案的規劃 都無疾而終 浪費公帑 這五點是本社的潛見 我在這邊我要請教林處長 你的看法如何請你回答 大會主席 感謝陳議員的提問 我想在開眼截流這部分 我們已經現在目前 因為那個不可能馬上就立竿建議 那這個開眼截流的部分 我想我們已經有很多的措施 我想會或我們會把所有的開眼截流措施給議員做 我們現在甚至已經在收集 縣內中央所有的閒置的設施 你把相關資料給我了好不好 好 你請坐 來 依據工作報告 你推動的產業投資媒合 你積極投資縣內的公共這個建設 以敦結相關興建支持 減輕我們營運的維護負擔 目標 進一步的 這個涵兩的稅源 我們縣府列館的促餐案 共有十五件 已簽約了六件 兩件在營運 四件在興建中 其以九件 正在規劃評估中 在這邊我要請請問您處長 你列館的促餐案十五件 請你說明 大衛主席 我跟村民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大概有分成規劃中 還有一些 規劃中的另外一個就是已經在旅約當中的 那規劃中的 現在目前我們還有舊城東路 舊城東路的停車場 我們還有東山和清水公園 是不是有十五件 是不是 對 你會後將這個資料 送給本集參考 是 請大衛列入記錄 好 感謝主席 好 我再救教你 我們新政府執政後 在民進黨 中常會當中 綠縣市的這些 市長 積極去搶持地方的預算的大便 就是請主委要錢 相較之下 我們二郎官一百零六年度的總議算的稅率是兩百億一千多萬 其中五十一%靠我們中央補助來收入 明年的中央這個統籌分配款的配額 宜蘭縣較今年減少了六千多萬 平均每人分配的金額也居我們全台最低 還虧林聰賢縣長是民進黨的中常委 難道縣長都沒有發揮他的競爭力嗎 去爭取嗎 我在這邊我要請請教林處長 你說明一下 宜蘭縣市從中央到地方 已經是一條龍 全民這城的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經費 卻在中央 透明人比較少 這實在是很堅囂的 林處長 你要去聚集各 去協調各局處到中央 來證明這個經費不太對 我在這邊要提的就是 你要學學 台當官 黃建廷縣長 他爭取的經費非常的積極 不管預算的規模的大小 他都會交代各局處 三個月來幾月 只要中央有保守 他就盡量去爭取啊 只要能爭取得到就是獎勵啊 這種的態度 這是真真正的為地方去打拼 來擔任 這個修長的設任啊 你的看法呢 大會主席跟陳議員報告 我想議員您這邊可能有一些誤解 我們縣長目前自從執政之後 我們已經拜會過非常多的部會 像前幾天我們還拜會財政部 那也就跟他講說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不合理之處 但是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其實在中央市 跟你講啦 這我的時間啦 那個數據會說話啦 數據會說話啦 本來就是這樣啊 我看到的數字就是這樣啊 宜蘭現金年減少了六千多萬啊 是不是 他平均每年在全台也是 集全國最低啊 那我們還講什麼啊 對不對 我在這邊提出來的質詢就是說 需要 集約你們要積極去 把中央提錢回來 因為議員辦出本就很散 是不是 就是這樣而已啊 好 好不好 我們繼續去做 中央的經費啦 好 我在舊教喔 那個我們處長喔 計畫處處長喔 你省邊的本線總預算 以及預算考核作業 是不是主計是 我們主計處的這個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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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回答 什麼 我們本館的總預算跟 以前的考核作業 是不是你主計處的職責 沒有 我們考核的作業是計畫處的職責 但是呢 中央有定一個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的一個考核辦法 那我們 我們是那個中央的一個對口單位 好 那個截止我們十月底為止喔 我們縣府各局處 包含基金預算的執行率 到底是多少 請你回答 我們目前為止 如果說是就那個 分配預算的話 我們整個 府外的 府外的那個 執行率是85% 府內的話是 好啦 你那個 我再跟你講喔 好 你一併回答喔 一百四年度的預算 這個保留數到底有多少 以及我們一百五年度 已經快要結束 目前為止 再針對一百 一百零四年度的保留數 那個執行率 到底有多少 這到時候 你再一併給那個資料給我啦 好不好 好 既然喔 本期是是這樣講啦 既然你們有預算 考核作業的職責啦 你們對預算未達 執行率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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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嚇 parano 齁 齁 齁 佰 齁 齁 策極 齁 六 所屬我們機關嚴密 並由控管的執行預算 以達到真正我們行政的效率 並應該延遇我們對執行率的嚴重落後的單位 做出懲處 這樣才能夠徹底的改進 你不做這樣是人不懲處是誰搞好路 主席 可行嗎 該 這個有政大有認真的我們就是要將禮 國教室落後的不照他算下這名 他不對他要處罰就是要處罰 這樣才是大有為的政府 你有認同嗎 這個本來執行率就應該列入考核 沒有錯 好啦你請坐啦 請大會主席那個列入大會紀錄 好謝謝 來我再舊教 換你了啦 來李宿長 請問你啦 還是你先休息一下 五分鐘留給你啦 請問我們那個稅務局的企劃科服務科長喔 你們為了加強稅務諮詢服務啦 設有免付費電話啦 請問 請問科長 總級的免付電話是多少 阿我們羅東分級又幾號 來請你回答 我們氣外服務科啊 王惠義科長 是 來請你回答 主席齁 各位 各位議員大家好 好 那個總級的是0800 6 6 8 0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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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羅東分級幾號 10800 22 多少 23 22 3 4 好 你請坐喔 來 企劃服務科的 你所常理的是 我們稅務的服務啦 法令的先導啦 施政的計畫啦 以及特別稅企劃 研考等事項啦 所有的稅單上 都有印免費 服务电话 但是民众打过去 一问三不知 转来转去 而且又不清不楚 民众被加税了 已经是一百度会了 难怪会是哀哄骗野 哀怨满天飞 这是你们应该有的服务的态度吗 第一次的人员 就是我们政策的消防员 就是要能够去灭火 能够充分去沟通与协调的角色 尽管要识解我们政策相关的税务 来说清楚 让民众来重分来了解 本市希望你们一定要确实去改进 局长 积极去加强宣导 好 再请教你 前线的公告地价已经涨了 一百一十八 全国最高 部分的农地 公告地价也涨了百分之二三七 有什么理由让 这个税居成为我们全国第一 整个的政策行程流程都没有违法疏失吗 局长请你回答一下好不好 有没有违法疏失 一切都是有照法律规定 该要涨就要涨 没有 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 林冲璇县长遭到各旁派的议员全力的反弹 他在八日宣布要求我们地震处两个礼拜内重新召开地价平易委员会 重新平易公告地价 可见县府因 机制及 税务的政策出了很大的问题 奔息 可见县府 李局长我替你感到难过 真的啦 因为执行地下评议委员会做出的评议结论 上头有交代政策 却导致我们地方税务局都冲低线当炮灰 请问局长 你有感到委屈吗 请你回答一下 你有没有感到委屈 其实这个评议会产生这么多的敏怨 其实大家都是团队的议员 有没有委屈 有没有就好了 你的心情本时绝对同理心的看待 你请坐 你请坐 吻徐在这边告诉你 不是一味的遵从长官的指示办理 长官如果 有考虑欠周详 有暴冲的情况 局长 你就应该 把政策好好的分析 这个得失 提出见言善尽职责 告知的责任 应该是要这样 再问您 请问理局长 非农用农地这个比林甲重建地 应该很多同仁都有在说了 可是我在这边我还是要讲 地下税科增多少 你知道 这个尬减的建地 建壁力是报应纪六十 对不对 是不是 局长 大会主席 本席在 寻论他 如果他再用这种态度来 藐视议会 议演执行 他下次他不用来了 局长 本事在先问你 你知就说不知道 你就说不知道 你不要用那种态度 好不好 我再重新问你 请问理局长 非农用农地比林甲种建地的地价税 克增多少 你知道甲种建壁力是多少 农地建地的建壁力是多少 农地部分你们地价税 却比照甲种建地 这样公平吗 来请你回答 大概建壁力 那个我没有 甲种建壁力多少 这个部分我没有去那个研究 这只是说他毗林的他的用途跟甲建的一样 那税户应该要公平 本事在问你这样公平嘛 有公平吗 啊 甲种建壁力就是百分之六十啦 啊 农地建立的建壁力就百分之六十嘛 你真清楚嘛 你跟我装傻喔 好你再请坐 你再做 89年1月28号 农发条例通过 前的旧农舍 如果地形地骂完全都没有改变 原所有人死亡或 某种原因 或是直系血清继承 移转买卖 这样你们也要增加 克征地价 这样对吗 要如何来补救啊 来请你回答 如果89年以前他就符合那个规定 然后移转的时候他只是没有去拿农证 被我们改克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看了以后会给他回复 好你请坐好就这样啦 来再来 对于我们错误克征现有的税单 你们要如何处理 要明确让民众 如何知不知道要如何去处理 这个方案呢 这个方案你要如何处理 错误的克征的税单啊你们要如何去处理 要明确告知民众要如何处理 假如还没有缴的话我们会主动付给他另外一个税单 会再给他另外 退给他就对了啦 对对对 好你你请坐好 你在工作报告 153列你加强地价税 这个税局 以及他使用清查 清查 这个 改克 总共有12656件 改科增加这个税额总共有4935万 1000多元 我要请问李局长 这是保安到我们农地农社部分 才是49年一月月月月月月花条例通过以后 这些旧农社 因为当初 除了有营业 行为工厂 参联民宿等等 源流就不科 就不科地下税 以及我们幸福在92年 101年groverts 有办理 绿镁化 竞赛这些农社 而且农地绿镁化的部分 这个部分有几件 它税额又增加了多少 来 请你回答 主席 各位议员 这个部分是我们 大概每年都有定期清查的部分 就是它有分使用情形变更 有是用特别税吏的 或者工厂的 这个部分有一些 就清查改课的部分 你那个书面资料再给我 好不好 好 你请坐 我们是在这里再次提醒你 89年1月28号 荣发条例通过的赛鼓场制裁室 或是温室栽培 以及89年后 宜然县政务合法的赛鼓场制裁室 这个烘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我们地方税吏局 在地价 这个地价比例颜位里面 好不好 你再把我的地价比例颜位里面 蛤 这个积用在地价比例颜位 那种地价比例颜位的正体的问题 好 这样啊你们能够处理吗 这个假 这个 你们能够处理吗 融用的话 它跟融业地理有关的 颜位的问题 好 那个请主席 接入大会记录 好 谢谢主席 好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请杨顺慕彦 他没有在场 那我们请陈宏席 陈一言 主席 谢谢 三位厨長 各位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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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理事长 对于今天 市长实在很辛苦 我们说实在 这不应该你今天去担这个因流之罪 你今天是利用 你今天是土地税法里面 你说的时候 对于我们农地 这要求这个水 你是依据哪个条例来 他土地税法里面的 规定 规定什么 那是第十四条里面他规定说 已规定地价除二十二条规定客增田户以外 就全部应该要改客地价税 二十二条他说什么 二十二条他是说 非都市土地依法编定之农业用地或 未规定地价者客增田户 但都市 都市土地合以下列 规定者一同 就是有一些 依都市计划 编定为农业区保护区限定做农业使用的 还有公共设施 公共设施未完俊前能做农业使用 还有依法限制建筑能做农业使用的 还有依法不能建筑 土地税法 那是说农木用地怎么去使用 你告诉违反区域计划法 你就罰一次了 你现在又去拿这个地价税 那是来说 那依据真的是法令 这都是说英文的违法使用 没有违法使用 你现在又去拿这个 有合理吗 我觉得 你刚才说了 就是说 我们县政府为了打击 打击农地非法炒作 你要去拿这个地价税 真正农民的时候 我觉得没意思了 你去拿这个 你如果要去拿 不要去拿 真正的非农用使用 有几个 你就想这些去查查 你也是便宜行事 地政局 地政局那边 採取的时候 你拐用那些资料 你就实际 再来 你都空早就说 这个农地 我就这样犯 你如果没有实质去调查 所以造成现在的迷虐蛮多 真正的非农民 人府你求你这些水 我觉得是 无痛无痒 可是真正农民 到底你这个水的时候 是送你了 谁指使的 这这些是台湾头 那是你们林聪園的台湾头 才有可能是 别的县市有这样吗 举例 有没有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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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我问你 你拿一个例子给我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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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总 举例 秉 í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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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点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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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只要怎麼調整這樣 就沒有嘛 你黑白目 現在你們林大縣長說要前面降價 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大家議員說 有沒有可能你跟我說就好了 有沒有可能 那個不可能 不可能全部重貧 不可能 這樣說起來你們管長騙八十嘛 對不對 他說我要前面降價怎麼樣 要起床他講我要前面降價還是他說的 重新平定有可能嗎 也是不可能的 怎麼可能 那個財政主委的法署長 就給你們打錢了 市長 換個幕了 其人關注你們林創的幕敗 我們說實在 現在所有的課程 所有的都在我們家 你依據哪裡 再來 你的稅務人員是要便宜行事 我們說實在 那是你們林創的 我對你們沒有什麼惡意 讓我們說實在 還有那個齁 你們的倍數成長 那是依據哪一個 依據哪一條馬鈴 有啊沒有 你們沒有嘛 那是你們自己創造出來 你們林創前自己創造出來 還是你們建議出來的 你們的幕僚這麼厲害 他們創造出來的稅務可以這樣採法 那我跟你說 如果有人要向你們告 你們冠軍用告到的 可以嗎 那如果有一個有心人說要向你們告 我相信有這人聽 可以的話 我也說希望民主 來向你們告 你到底要罰什麼意思 我給你課針 課針沒關係啊 你有醫治給我你沒關係 啊你罰什麼意思 好嘞啊 一倍 就一千平方公尺 兩千平方公尺 就倍數成長 不要這樣負啦 那現在有什麼辦法 你說 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辦法 這個是 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是三年平一次 那這一個部分 等到下一次 一百零七年的時候 我們會提 你們 你們林聰賢 你跳幾個而已 檢討看看 再三年 他跳幾個 沒有一百零七年 大概零七年初 我們會 零七年 你們林聰賢要在這裡嗎 應該是 一百零七年初 你們林聰賢要在這裡 一百零六年 一百零八年 一百零七年 一百零七年 三年 三年 有可能嗎 現在你這個條账 是幾年的條账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四年的幾月 六月那時候開會的 六月開會 對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七年 一百零七年 他到哪裡 他也任期到哪裡 應該107年12月吧 107年12月 他可以選機了 選機了 他要搞這個 像我們再去我們老企長你說的 我們要發說我們挑戰地價稅 你們做的 都你們做的 他也要你們做 好也要你們做的 這樣啦 你把相關的法令 對於這個相關法令 在倍數成長這個時候 依據哪一個法令 依據哪一條稅法 你稅後的時候拿的本性 再來你說課真整個農地 農地非農業 你剛才說土地稅法 第14條的根據22條 根據什麼 對不對 我是還沒看得清楚 我剛才看 應該是沒有這個 再來就是說 財政部有規定你什麼 那是人家說農業 農業用地 這個情形而已 在整個 你們的稅基 整個基礎在哪裡 你提到本性 是民地劉志錄 包括你說倍數成長的 所以一千平方公司 你們是依據哪個法令 我告訴你 林聰賢太苦了 造成很多的迷怨 現在大家說 欸啊啊啊 再來 你們去查查不確實 你們有很多農地 我們說實在 他們非農 你們 你們 刁蠻的稅務人員 一般民眾 對於整個稅務 都不了解 不了解 不過 你們的稅務人員 去外面雜雜 就好像 欸 他最大了 我說怎麼就怎麼 所以說 以前人 你掛稅的時候 一千塊兩千塊 大家還不會感覺到頭痛 不覺得說 你還留很多 現在你一次說 哇 把我倍數成長 我頂你兩千塊 你現在四千塊 變六千塊 又多少 哇 這民眾這反彈的蠻多了 請說 這裡我有一個 那個 那個 投書 他說 他那個 處理那個 七十三年 建立完成 你們稅務協定 99年度 清查的時候 認為不需要 課地價稅 不過 一百三年 你們又清查 認為應該課證地價稅 所以說 一百三年 去跟他堆的時候 說 這樣 你要追繳三年 所以說 一百年 一百可能 二三年的地價稅 一記要補繳 欸 以前你就說 不用啦 現在還要 結果 陳情上去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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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故事更厲害 啊 你的貼民 我給你五年 有這種事嗎 書長 這個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好你請坐 你請坐 我們 羅東 主任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那些事情 是嗎 不是 說說 稅務人員 我說 有很多 都便宜行事 所以說 造成你們 親自說 我覺得 你要開後門 要讓你走 這個機會 就像是這一次 地價稅 你都便宜行事 你黑白來 要開出 對吧 民眾 民眾 如果不知道 就去把你扶攏 包括這個陳情書 儀式一樣 對不對 你說 意思 本來就不用 現在還要補腳 補腳三年 他說陳情 你剛才跟我說不用 現在還要 還要三年 每次都拿來 都拿來 都拿來的時候 我又陳情 你說 沒有 你這個貼民 我這次要給你五年 哪有這種道理 所以說 造成很多的民怨 我希望說 對整的 不要便宜行事 你說 九十九年 八十九年以前 到八十九年以後 你們現在說 你們現在 你們大憲宗說 都針對 那幾件而已 九百幾件 九百多件 九百多件 你九百多件 以前是違法使用 什麼 其實 我就說 不能去人求 已經有你們裁罰幾次 再來就是 他以前在建的 不管八十九年 人在法內 你要愛儀式同仁 再來就是說 他說 他一片土地裡面 裡面 他有申請合法的限定使用 我也是請到申請來 雖然說 我違反 違反填土 什麼 可是違反填土 那是幾年 九十幾年 才有這個規定 違反七位七位 就要有這個規定 是不是這樣 你不可以都一字通仁 你們為到這個 我覺得 你們自己自己 自打嘴巴 好處對不對 再來就是說 現在有民眾 要去申父的話 你要去乡家查查 請問一些毛鴨 毛鴨 毛鴨是漢帝啊 毛鴨說 人家做一個毛鴨 兩個毛鴨 你說全部 要課增 地價稅 這樣對 下去看 實際去查查 你不能便利行事啊 處長 對於很多造成民怨 有的民眾說 沒關係 一輸就無所謂 對不對 有的民眾不知道 你說有的家庭 人家 衣炸在曬股場 你現在還要求增地價稅 我們說實在 你要去做好 那個主席處長 對於現在我們 宜蘭縣政府的守得 宜蘭縣的國民守得 多少你知道 最低工資 現在平均守得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宜蘭縣 大概每戶的所得 大概一年是 每一戶啦 每一戶的所得 大概95萬 95萬 每人的薪資所得 最低 每年的薪資所得的話 現在就 平均一戶大概3點 大概3點 多一個人 把95 除的話大概 20幾萬 20幾萬 第2015年的平均每人每月的消費支出 有多少 消費支出啊 消費支出啊 消費支出的話 平均每戶的話 現在104年是69萬 然後平均每人的話是21萬 每人21萬 兩萬一啦 兩萬一 對不對講錯了 兩萬一 那全國最高是 在哪裡 全國最高的話 新竹市 不對吧 新店 新店啊 新店啊 其實有科學園區啊 不對啊 個人所得 沒有啦 消費啦 消費支出啦 消費支出喔 對 消費支出 全國 這個部分我沒有那個資料 你不知道啊 我現在說 2015年的平均每人每月的消費支出啦 我們以南關係新高啦 排名第三位 啊 到底什麼原因做成這個原因呢 大家要去探討這件事情 對不對 台北市市市2萬7216塊 比去年度增加了212塊 新竹市市市2萬4千313塊 增加了1千386塊 第三名是我們喔 是我們喔 是宜蘭縣喔 宜蘭縣的我們每人的每月支出是多少 2萬1千668塊 增加了2千2百60塊 是 所有的關係 我們是宜蘭館排第三的而已 我們現在 基隆 基隆 新竹 高雄 台中 都在我們每人的消費支出 這個 到底我們宜蘭館 到底什麼原因會造成這樣 我們要去探討啦 你看 我們免人平均支出 是不是跟地價稅有相關的關聯 還是怎樣 什麼原因 大家要去探討啊 我們的收入是宜蘭館 收入免人是 全國平均最低收入是最低的 在各個縣市是最低的 結果呢 消費支出會這麼高 我根本大家要去探討 我也不知道原因啦 我這陣子有在想 到底是什麼原因 主機所你有去想嗎 有沒有去調查 這個都主機總署在調查 不過我認為是大概很多 像我來啦 我也是台北來 很多台北都跟我講 他們都來宜蘭消費 結果都是台北人 把整個宜蘭的那個 消費支出 都把它提高了 對啊 所以說 不要造成 以後宜蘭人 跟威尼斯的一樣 威尼斯的一樣 威尼斯的說 你不要來我們這裡 你不要來我們這裡 看看人口太多了 都幫忙出來 那現在我們說實在啦 包括我們的 蘿東的夜市 蘿東本地人不去啦 那去的時候 消費比以前都高太多了 都是那個觀光人口去啦 就很多的觀光人口 會帶動我們這一些 我覺得大家要去探討 這一些事情 你是不是說 對整個這個 美人的平均消費支出 有什麼政行 到底是怎樣 你有辦法做一個 詳加的說明 這個我去找一下資料 看那個 主計總署那邊有沒有說明 對對對 好不好 在憲政總署行的時候 後禮拜啦 好不好 如果給辦事 明天就記錄 那咧 財政處長 對於現在我們的 公共債務 我們現在多少 一年一年期以上的 未償預約多少 大會主席 感謝陳議員提問 我們現在目前的 長債的部分 就一年以上的 是126 短債部分是94 120幾 126 你又傻傻 不對吧 126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 最新就是127 大概 但是我們已經要 預計要還 大概是 會還到126點多隻 這個月啦 現在目前還的是 還有沒有還的是 127 對沒錯 127嘛 對 那再來呢 9月4點多 9月4點多 那再來呢 自償性的債務的 會長 自償性的債務大概是 14點多 14點8 那什麼呢 自償性 包含那個 第二行政中心跟那個 基金的啊 你現在都沒有 文創基金的部分 總共這樣是39 對啦 我跟你說 憲政府 我們現在整個財務的 負債 負債指數 你雖然說有 負債 可是你對於 整個那個 自償性債務的那 那也算在裡面啦 我希望說 對整個 開源截流 早上那個 黃定衡議員 跟你說 開源截流在哪裡啦 其實你做一個小事情啦 對於這一次的 增加 地價稅這一方面 你說 約完 其實一億多 在整個我們宜蘭縣 你說今天 你浪費了人 人力成本啊 或是那些 造成民怨 我想說 那沒有價值 一點點價值都沒有啦 我不覺得 林聰賢 林大憲長在想什麼 再來說 你在整個 推動民間的公共造產建設 現在有幾項 公共造產 不是 公共建設 民間的參與 民間參與建 現在目前 契約兩件 列館的之內 大概總共有15件 你現在 違約的有幾件 違約已經解除契約的 違約已經解除契約的 大概只有一件 一件哪裡 現在目前那一件 就是森林風呂 森林風呂 還有呢 另外之前 很久以前的啦 那是清水滴熱 那還有呢 還有一個是 民間字體的吧 民間字體的那個是 天外天 很久啊 森林風呂 森林風呂 那是 叫我們知道 那錢不夠 那你說那個BOT案 你說這個 清水滴熱 招商這個 OOT案子 101年度 那時候他要 揮入專戶的時候 兩億 七千幾萬 兩億 兩千五百幾萬 再來就是說 103年度的時候 你們要 那時候 要協議修正 30年以後 揮入 揮入兩千多萬 對 那前後 違約了十幾次 那是怎樣 你們的財閥多少 解約的 解約的 解約多少 這個好像是幾百萬吧 忘記 那個他有個 旅約保證金 公里處那邊比較清楚 旅約保證金 有沒收 有有 那個有沒收 好 你把那個 那個清除地 詳細清醒的事情 第一個 揮後 今天禮拜 好 列其他事項 好 謝謝 那現在我們請 陳孝仁陳議員 主席 還有議員同仁 還有三位處長 局處長 還有同仁 我看到好像他們 你們三個處 都好像 神經都很緊繃 好像都沒有笑容 本人 本人 要執行 很簡單 很和氣 不要太緊張了 我想請教 這個 稅務局局長 這次提高 低價稅 其實影響的層面很高 不是只有農民 農民收地價稅 那些 房租啦 吃飯啦 那些 都提高了 都影響的層面很高 他們租的房子 因為地價稅提高 他們房租也高了 吃的東西 像攤販 他們租的店面 因為地價稅 抬高了 他的攤販的租金也高了 所以影響的層面很高 第二個 低價稅 對原住民 也有影響 雖然 他收的不多 其實原住民 是個少數族群 弱勢族群 你為了低價稅 提高了那麼多 他也沒有辦法付出 反而他會欠債累累 我想請教局長 你對這兩項有什麼看法 局長 主席還有各位一言 大概因為原住民鄉的其實跟我們這一次農地的調高的影響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 但是還是會有影響 對 你不是說沒有影響 還是有影響 請坐 剛才我講說層面很多 影響的層面很多 再來我要請教你 自用住宅 他的申請到什麼時候截止 主席還有陳議員 自用住宅用地原來是規定是在922以前 9月22號以前 現在財政部放寬到11月30號以前申請 那你申請的話 你戶口一定是在9月22號以前都已經符合要件 只是沒有來申請的這個部分 他同意原到11月30號申請的話 今年都可以適用 他戶口一定要在11月30號 戶口是9月22號以前就要符合條件的 這樣 你假如是過這個你來申請的話 是次期改革就106年才會適用 好 請坐 再問主席處長 處長 你是先政府的主席處長 你也有負責督導各鄉鎮的業務 最近南澳鄉發生了這麼嚴重的疏失 違法或缺失 你在上級單位怎麼處理 那個有關 有關議員所詢 南澳鄉鎮所其實 我知道說 最近他們那個府會不是說很和諧 那因為那個本身 對那因為那個本身來講的話 我們那個 我最近常常把那個我們那邊的主席主任叫請回來 就是說原則上來講 就是說要居中 該怎麼樣做的話 就依法辦理 不要說 人為說不管是相公所的打手 或是代表會的打手 請他秉公處理 那就他的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為止 明天呢 副縣長會召開一個會議 明天11點 副縣長會召開 請我們主席處跟那個 就是 民政處也會召開相關會議 再就這次的 然後像公所的話 的預算的情形 再做一個那個協調會議 我希望 處長能夠好好協助 請坐 再來我問財政處 那個 失九怎麼認定 失言失九 基本上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他有沒有產自的許可 生產許可 第二個是輸入的許可 第三個我們要斷定他 現在目前生產這個地方 是不是當時我們允許他的地方 如果不符合這三個 任何的一個 就是所謂失言失九 那個原住民做的小民族 算不算失九 那個自己用的話 基本上應該會有一個 100公升的一個限制吧 100公升 他自己用的話 100公升是沒有的 沒有 好 謝謝 謝謝我剩下時間 我給林政府議員 謝謝我們陳校的議員 我們大會主席陳議長 還有各局處長 還有我們主管主任 還有我們議會同等 還有聯絡人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大家平安 先說到財政、主計、稅務 就是錢 說到錢都是很敏感的 比較緊張的 我告訴你 我給你們請教一下 有沒有被詐騙的經驗 有被詐騙的請舉手一下 都沒有 這兩天有沒有收到那個 我的LINE被盜用 有沒有收到那個 我要跟你們借錢的那個LINE的那個 那個訊息 我早上聽說副縣長也有收到 都沒有 你都沒有被詐騙的經驗 不錯喔 你表示要給警察局 濟公家講一下 都沒有被詐騙經驗 好啦 我講言歸正傳喔 這個 真的與民真理 跟為民心理 一線之隔 八成都說政府你收錢 比詐騙集團還要可惡 一棄 棄那麼多杯 我們很多老農 啊 省長內渡 齊齊就不夠了 還要啪瓜 叫水金 現在 這個這一次被你們 在認定上 有瑕疵的很多民眾 心熱困境啊 年紀也長了 也希望自已自主 還有體力 還有能力 種著豬仔 種著菜 市場忘賣的忘菇 微薄的收入 結果在你們認定上 一些 他可能農業設施 但是你們認定他是 這個建築物 老農股 類 他不想說 做錢 自己是實在負擔 所以他靠自已自主啊 宜蘭派探家 這是我們共同的這些嘛 政府是一體的 宜蘭派探家 我們年輕人都外宜在賺錢 那老人家在這邊 不想給年輕人負擔 也希望說 讓年輕人 這樣子能夠 不要有這個 金錢上的困窄 所以 市場都盡量勤勤 勤勤 比較嚴重一點啦 但是真的 年紀大了 難免血壓會高 看到這個稅金真的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問一下那個局長 這個 如果攪不起怎麼辦 他過去可能幾千塊 一兩萬塊都還攪得起 這次 我們 很多議員 收到陳情案 有收到十倍二十倍的 最高好像還有到七十倍的 那就你目前知道 這個 稅啊 最高金額是多少 這是低價稅 主席還有各位議員 那地價稅的最高的部分 因為現在我是接觸有民眾 拿稅單給我的 是二十幾萬 其他沒有拿給我的 我不知道 他去年講多少 這個二十幾萬 八萬多 八萬嘛 那多這十二萬 一家庭會在我 可以賺多少錢 他這個都不是這個 都建地 都建地 十幾筆的建地 農建地 我現在有民眾 正常是 他被化 化為建地 但是他還在實際做農作 那今年他給他四萬多 去年 去年八千或一萬 今年他給他四萬多 他補的餐 補的餐 補的餐 賺的 賺不到六歲金 那你叫他要吃什麼 有什麼辦法 解決嗎 沒有這個部分 大概 所以他真正 腳有困難的話 我們在個案 給他做展延一下 展延 那又來不出來 那支那金啊 你們依法行政嘛 你們都很辛苦啊 依法行政嘛 那現在人民有繳稅的這個義務啊 他也要叫啊 他現在叫不出來啊 你像我這樣去啊 那如果剛才是故意的 沒問路的 不要去拜託這些民意代表的 不要去工作 去諮詢的 胡亂叫的 還是說他就 約定轉帳 可能 老人家沒有餐 那孩子就說 啊 那睡衣衣衣服 也沒有去對這個單子 等到這一對 哇 怎麼變成那麼多 然後 不夠扣款 現在年輕人大部分都月光族 沒錢給你們扣 也都 假設在狀況外 你會去人查封財產嗎 那個會再通知一次 會再通知一次 會再通知一次 如果存款不足 對對對 會改為那個應該要用 繳稅 不是用那個存帳裡面進扣 會再通知他 所以存款不足會再通知 我們常務協議員提到這個啊 我覺得 社會局在課稅 要依法有據嘛 讓你們便宜行事啊 造成這樣的民怨 然後 這些民意代表 還要幫你們擦屁股 每個都被幹狗 我今天 我今天要表達不是說 民意代表被民眾幹狗 我想幫民眾服務是應該的 但是你們便宜行事 讓大家 整個服務案量 你們是欠 這些議員太贏 沒有事情做 讓這些工作 這些議員來 盜 盜看看 我們人力不夠 人力不夠 你便利預算可以送上來啊 現在變這些議員 變你們的辛勞 民眾 當中 我們去看 這個可以 農會有沒有什麼認定 農機具 農會有沒有認定 可以扣免 你們都先把它送下去 對不對 然後 那個什麼剛剛講的一些認定 比如道路 以及是繼承道路 搞不好你們便宜行事 就給他認定 這個要繳地價稅喔 上面有水泥鋪面喔 有沒有這種情勢發生 一般繼承道路 公所那邊 我們會主動跟公所那邊 拿資料 或建設單位 拿資料 我們會這個 我們會主動 主動給他 那還沒有課稅之前 會主動 那個檢除啦 假如說有一個 來申請 我們其他不不用申請 會主動扣除 對啊 真的就便宜行事啊 大家跟你們一起忙啊 你們課稅要依法有據 先前的準備動作 怎麼課 好我再請教一下 農地非農用 你要課他稅的法源依據 你們是依據哪幾條 農地非農用 是他 他裡面 土地稅法也有 依法做農用 在十四條裡面 他有規定 另外一個 就是他解釋令 也有說明說 沒有農用跟非農用 混在一起的話 非農用的要課稅 這有相關的解釋 還有法律裡面 土地稅法有 那課什麼稅 改課地價稅啊 原來你農用是田戶 你改課地價稅 就是課地價稅 除非你符合農用 才課田戶 我也生氣不死 我怕我肥子飆高 好啦 那個 好再來請教一下 這個 剛剛也提到很多 那 這個 公家單位 公家單位 公家單位的土地 要不要課地價稅 公用的話 他公用的話 是不用 除非去做營業用 或者基金的 好 什麼營業用 或什麼是基金用 就是原來沒有公用 他有做出租的 這個 這個要 可謂的出租 可謂的出租 出租喔 他有租給人家 目前府內單位 就依然縣政府 有哪些 剛剛提到的這樣的公有的土地 是出租出去的 是要課地價稅的 有哪幾個單位要課稅 那不是算單位的 應該算說 像財政處的 裡面 他有公有地的 有一些 建築用地 租給 有一些租約的 或者沒有租約 有使用補償金 這個部分 我們每年都會跟財政處 大概要看一下 應該 這個 可能建設也有 好 那以往 以往有沒有課 有啊 以往有 都有清澈 有出租的都會課 那我現在 有一個案子是 去年沒有課 今年突然課 這個單位 他從來沒有繳過的地價稅 他不知道要怎麼付 預算有沒有編 編繳這個地價稅 要怎麼處理 這個部分 稅付的部分 他以前沒有不代表 那個就是被清查到 有時候是因為 預算的關係 基金預算 那個是 除非有符合相關規定 變成基金預算 他現在這個單位 他沒有編列那個預算 繳這個地價稅啊 要怎麼處理 怎麼幫這個單位解套 我們府內的單位 那我們個案了解情形 還要個案了解情形 對啊 所以你們在課這個稅 都準備不足啊 哪些單位 可能會遇到什麼情形 有詳細資料 據我所知是這樣的 好 那這個公款電付款 如何申請 請問一下 我剛剛講像這個課地價稅 那是不是行政首長 他有那個 裁糧權 那可能用什麼 預備金什麼 先支付 怎麼申請 來請 對 財政處長 有關議員所詢 如果沒有編列預算的話 那當然就是說 可以動第二預備金 那如果說 之前他如果先要去支付的話 他是可以先用那個借款的方式 然後等到真正的預算下來以後 然後再轉正 好啦 那實際內容 講出來可能真的 都讓民眾誤會 政府在搶錢 真的這個案子 我剛剛收到我也嚇一跳 因為他單位沒有編列這個預算 就是他叫陳諸戶去繳 然後我才能和銷 這很敏感耶 那會不會 民眾會覺得 是不是承辦人是要 這筆錢 叫我去帶電 明明就是機關的 機關轎的地價錢 所以你們明月你看 這樣一點一滴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也沒辦法幫 幫我們縣政府 怎麼去來做一個說明 真的這個很能差勁 好 再次請教一下 現有土地有多少合法的族人 或者剛剛講這個補償金 有多少土地 請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佔用總共是373戶 那繳的大概是196戶 那這個是收租金的部分 31戶是收使用補償金的部分 你再講一次 那總共有373戶 對 有收使用補償金的是31戶 那收租金的部分是196戶 那沒有收到的 沒有收到 其他的不是 其他是因為有一些是空地 那是我們在管的 第二個就是有一些是道路用地 請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包含有沒有被課增地價稅 有 因為你這樣相關的局處就是 地價稅是我們繳的 有像租金的部分 都是我們繳的 除了你們之外 其他局處也有 我們的財產 土地是他們的 所以你們都在狀況外 我們到時候 我們調查一下 再給議員 對不對 好 最後再請教 剩下20秒 明年驗料調高20塊 有沒有囤貨 目前依然市面上有沒有囤焉的現象 請說明 基本上現在目前我們是沒有查到 但是因為國家 國庫署那邊 國庫署吧 國庫署那邊 他們已經有因應的措施了 你如果過分 好謝謝 好那我們來休息一下 好休息 謝謝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下 我們下一次 我下集結束 我要轉 我是 我們下集結束 我們下集結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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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